室外还是医疗室内 我是都可以接受的 否则我也不会站在这么样的舞台 你们俩考验的怎么样 觉得她这个过了关了吗 我觉得还蛮真诚的 我们俩这个考验 她虽然是过了 但是婷婷嘛 不好说 也许是抱着对网络恋情谨慎的态度 神秘的婷婷不断设置障碍 试图考验子萱 那么子萱在两位闺蜜的考验中 暴露了真实的一面 这位神秘的婷婷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还会来到现场 接受子萱的告白吗 那接下来我们再开一次门 看看婷婷能不能出来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如果她就是因为刚才在旁观的同时 听见你这个外貌协会的大花哨 如果因为就这个她不上了 你怎么办 不是 美女都不接受 我非得接受 那什么样的接受 我找一口笼是吗 行吧 反正什么样的结果都要你自己承受 啊 赶紧开吧 我这新衣上了一下 我这今儿快吃西了感觉 你自个儿 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两 三 二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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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婷婷 你不能这样介绍 他们俩都是这样介绍 不是 这确实是挺亮 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 头像跟照片一模一样 有头像的是吧 他不是说头像是假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外邪嘛 所以我就骗他说我头像和照片都假的 想试探一下他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属于那种 就是很注重人家外表那种 然后结果他就说 没关系啊 你长得丑没关系啊 但是我跟你就是聊了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 但是我注重的是你的内心 而不是你就是外表 哎呀 我平生最恼火的 就是美女的烦恼 为什么你们总是爱我的外表 为什么你们总说 我是靠脸吃饭的 你们有没有知道 我们这种相貌频繁的女人 最希望别人爱我们的外表 最希望我们能够靠脸吃饭 最始终没有机会 是离你一个花瓶在这说什么 你会常了不起啊 你长得漂亮了不起啊 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就好欠揍那种感觉 明明长得漂亮 还说你干嘛要爱我的外貌 就是啊 对不对 我问一下你啊 你也算是外表不错 应该有人追嘛 你还那么无聊的去摇一摇 最我人是蛮多的 但是呢我身边的人都不太靠谱 要么就是挺花心的 要么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玩一玩的态度嘛 所以我就想 摇微信也可以认识些新的朋友 然后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也有摇一摇 然后摇到了一个 外国的一个帅哥 今年他们要结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什么都不多说了 人家千里姻缘 摇一摇千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男生 接下来是赵子轩的告白时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性格以前就是很任性 然后 就怕你接受不了 因为我不像你想象中出来的那种我 有时候我会耍点小脾气啊什么的 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一切 包括我今天 我昨天去买的这件T恤 我只是你特点喜欢狗 然后我翻了大概三个小时 找着这么一件T恤 我感觉自认为还是蛮萌的 然后我今天买了它带过来 一个可以爱狗如命的女生 我感觉 她的爱心就不用多说了 而且你无论对身边的人 事物 然后哪怕是动物 一切一切 你都想给它们最好的 你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你的性格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这也是我没有见到你的情况下 我愿意跟你一直聊下去 一直跟你接触下去的原因之一 我是真的 真的 爱你 给我个机会 好吗 那你不怪我骗你这么多吗 怎么说我也知道 其实也说不上骗吧 因为你能费尽心机 来设计这么多 来考验我 也说明 你对这种感情始终是 抱着一个负责人的态度的 而且我知道你学买安全感 我愿意做你身边的那个人 一直保护你 只是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而已 可是我爸妈 他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因为你是北京人 其实你来之前 我已经考虑过一切了 你爸妈总是去你相亲 他们肯定也希望 自己女人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在这儿当着全国的所有观众 我向他们证明 给他们看 我自己有多爱你 我希望他们也 也会祝福你 他根本连家人见都不想见 还是不愿意回家 他不想见 见的话外公一定会把他带走 我们编导告诉我们说 外公今天来了 他现在还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还能站吗 能 那我们回个车 来问一下外公 你好 外公 旁边的那位男士您是 我是 米娜的舅舅 你最近一次见 铝纹粉什么时候 差不多现在时隔将近20年左右 20年你没见到姐姐了 没有 姐姐走的那年你多大呀 懵懵懂懂的 当时我 我才上小区 二连接 但有一个问题是实在的 也许您的姐姐 吕文粉 离开家里太长时间 她不敢面对 又或者是因为她在河北 还有自己的家 她不能离开 因为一份责任 你可以理解吗 我无法理解她 谁来理解我爸这段白话 她想理解我爸 我可能会理解她 谁又来理解我爸 我妈 我要把我的女儿带回家 就是我想我的女儿 在那边发呀 我心中还是十分的痛苦 那你们师傅 是不是愿意 把铝纹粉和她的孩子们 都接到云南去呢 只要她愿意的话 这孩子 我们能把她接过去 行吧 你们先休息一下 先平复一下心情 来 把屏幕关了 说实话 你跟哥哥愿意回云南吗 跟妈妈一起回去 不愿意 我如果哥哥和我家 跟着妈妈去外公家 过那种好生活 那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我们心里 我们应该有责任 去承担这一切 但除了责任之外 你真的 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家当中 除了妈妈之外 你感受到了别的爱吗 奶奶对你好吗 奶奶不喜欢我 他们都喜欢儿子 而且我从小就有病 多少次都跟妈妈说 你把它扔了吧 你重新生一个健康的 然后妈妈就这样 就这样用她自己的力量 把我养这么大 医生都说了 都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能把我养到17岁 就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你跟你妈妈 好像啊 在这个家庭当中 都得不到温暖 奶奶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妈妈 但你们偏偏还要待在这儿 因为一份责任 你是从妈妈身上 学到这份责任吗 是啊 但你并不快乐 但是我觉得责任更重要 二十年前 十七岁女孩吕文粉 跟随云南家乡的姐妹们 崴住工作 懵懂中不幸被带到了 河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被迫与现在的丈夫 组建家庭 在吕文粉被迫组建的家庭中 有几个现实的情况是 丈夫高度见识 并车祸过边在床 女儿李娜 先天脊柱侧弯 婆婆身胖癌症 全家的重担 都落在了吕文粉身上 二十年来 吕文粉对家乡亲人 极度思虑 也对自己的遭遇 极为不满 但是 在父亲苦苦寻找二十年 终于能相见的时候 吕文粉却躲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